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新秘的嘉宾 是要材政券研究部的分析员譚志愿 阿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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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大家回顧一下上星期的推介 上星期阿努推介者安踏體育 適逢業績期 可以博業績 就炒一转 今次來說業績出來了 雖然大數仍然有倒退的情況 但公布了的訂方會數字做得相當好 仍然是高單位數的增長 令到公布了業績之後 股價表現相當良麗 的確沒錯 上星期去推介安踏體育 都說明是炒業績 整體而言見到的確 那份業績不是非常強勁 按燃仍然 無論是營業額或營利 仍然有倒退的跡象在 不過不需要擔心的 首先就講到業績上面 其實炒的因素升上來 主要原因就是 那份業績就交足功課 市場都認為 最壞的時刻有機會過去 也都上個星期提及到 在2014年 又有世界杯 也有亞運會 這些因素在 算是在體育壇裡面 都算是一個相當旺盛的一年 都在衝敬 業務有機會在這個時刻 最壞的時刻意過 這是其中一個因素 第二又看回 除了訂貨會訂單 有一個很好的表現之外 也都見到公司在去年的 2013年的第四季 銅店銷售 是回復一個增長洗頭 因此帶動到股價 有一個急升的跡象 所以現階段 如果跟我上個星期的策略 現階段賺了一成左右 我覺得其實是值得繼續持續 始終在2014年 體育用品股 有機會可以做好一點 我覺得其實未來來 會有條件到目標價13.2毫這些水平 不過看回業績 其實雖然有一個改善的跡象 不過情況未能夠完全樂觀 所以要做好風險管理 始終見到業績 雖然整體現有改善 收入下跌 但是跌幅都開始有一個收窄的跡象 但是見到他們的存貨周轉日數 仍然有一個繼續上升的跡象 始終存貨壓力仍然是體育用品股這個行業 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在 所以未來的關鍵會看回 究竟能否去存貨 甚至見到銅電銷售 能否維持一個穩定的增長勢頭 如果見到的話 我覺得後事來說 要倒向目標價13.2這些高位 都未必說是不可能的 好,上次的成功 策略來說非常成功 我跟大家回顧了上次的推介 今個星期會跟大家推介什麼股份 上次比較多一些股份公佈業績 今個星期有什麼股份可以推介 接下來整個三月份 都是一個業績發佈的高峰期 但是看回這個星期 自己看過了 會公佈業績而又吸引的公司 我看不到有哪幾間特別值得去留意 所以我覺得可以反而留意 一些可能中資股 其實表現未必說會太差 始終在現階段 焦點可能除了業績之外 會落到兩會會議上面的一些議題上面 而當中可能涉及一些政策等等 都有機會刺激中資股 而這麼多是中資股當中 我選過以前推介過的 中國中鐵390為今次投資的選擇 對,中國中鐵來說 去年4月份的時候 Arnold已經推介過 那時的買入價是3.7元 4.5元就是目標價 4月份的時候買入 要到11月的時候 才達到目標價沽出 更加看到買入的時候 曾經股價大跌 去到6、7月份的時候 其實投資者在那時應該都很擔心 的確沒錯 你看到在4月份買的那段時間 的確是吃著那輪升浪 但是最終升到4.3元 這些位置都看到有一個阻力在 反而之後要倒跌 甚至一段時間在手頭的帳面上面 都最多試過虧了差不多接近一成 雖然沒有觸及到指設價3元這些位置 但是就看回 風險仍然是比較大 始終在說中國中鐵 論基本因素 那基本因素上次推介的時候都說到 不是說真的太強 不過那時推介就說到 始終這隻中國中鐵 內房的業務 仍然是正比比較大 那上年的確看到 內房的一些業務是做得比較好的 這些因素 衝敬到原因 不過你看看 整體而言 大氣候就表現得不太好 甚至說鐵路的投資上面 最新中央都公宣佈了 整個鐵路部都說到 在2014年的鐵路部投資 都有所放緩 等等這些因素都令到股價 之前跌下來的 不過去到4.5這些位置 才開始跌 都已經估出了 但是跌到這些位置 其實見到的過去股價 在這一年的走勢來講 每逢跌到接近3元這些位置 都有個不錯的支持力度在 但是當然升到去到4元 4.5這些位置 也都會有個阻力在 因為你說論基本因素 其實就是中國中鐵 就不是說真的非常強 不過始終講 都是內地的龍頭 而且這些基建鐵路方面 未來來來講 需求仍然比較龐大 所以這些股份 可以這樣說 是差距有個譜 所以我覺得跌到這些位置 其實都有個直播空間 所以今次來講 我都會在這些位置 再推介中國中鐵 好,謝謝 跟大家回顧了 之前來說 去年4月份的時候 剛剛都推介過中國中鐵 但是剛才解釋了 到底3.7萬進入之後 4.5沽速 中間那段 股價比較波動的區隔 但是4.5沽速之後 看到股價表現一直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現在3.5沽速 到底為什麼股價表現做得這麼差 幾個原因 我想看一下 整體現時 由11月份開始 有個下跌的跡象 最主要看回內地開始 由下一版就會看到 內地的一些經濟數據上面 其實表現就不是非常強勁 特別說 近幾個月來公布 特別要留意固定支撐投資的數據上面 看到增出明顯地有個放緩的跡象 所以在圖表上面 无论是六线的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或者整体现言内地的固定资产投资 整体现言都是面临着一个增长放缓的风险 这些因素如果说是故头下降 绝对对于中国中铁的一些铁路投资 或者接下来的一些订单的表现 会造成一个负面影响 市场都在担心的 接下来的内地不会再盲目去追回经济增长目标 反而会调整经济结构上面 这些固定资产投资 未来来说都会面临着一个增长放缓的问题 这些因素导致股价跌下来 这是会其中一个原因 也都好像图表上下面所说的 都之前有些消息宣布了 整个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讲今年的目标 6300亿元和上年的6600亿元比较上来 已经有个下降的迹象在 始终讲整个投资的速度放缓 对于铁路相关基建的板法来说 会造成一个负面影响 不过好像之前所说都跌到这些位置 这些因素我相信都反映到七七八八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 都不妨开始有一个吸纳的部署可以做出来的 另外刚才讲到中铁的时候都提到 其实去年推介的原因都讲到房地产方面的项目 其实中国中铁的一些业务占 例如房地产开发都占了一个比重 但最近看到内地房企来说 楼价跌又或者是劈价 又或者其他见到内地一百大城市楼价方面 都有个下跌的情况 似乎现在内地房地产方面的市道很差 没错的 好像之前那板见到 就讲见到股价由11月份开始下跌 其实看回除了中国中铁之外 整体现普遍的内房股 都是由去年的11月份开始 有个很明显下跌的现象 调整幅度有些甚至过五成 甚至是更加大的调整幅度都出现过 始终讲市场对于内房这个板块 看法比较淡的 但是你说中国中铁剩多因子 而下跌主要原因 就像图表上讲到的 始终讲房地产业务 对中国中铁来说的贡献非常之大 就是说在2012年 整体现言 房地产业务的盈利贡献都有三成多有多 始终讲投资者会怀疑 明明是中国中铁为何房地产业务占比这么大 主要原因就是内地的这些铁路基建工程等等 本身的纯利率是非常之低的 跟房地产相比上来 就不同的 说做地产普遍来说 毛利率都有三成多四成 整体现言 纯利率是非常可观 所以论盈利占比 的确说房地产业务是占了很大的 但是如果论盈利业额的话 的确说这些铁路会占比较大些 不过始终对于公司来说 每间上市公司都是的 最重要都是落到盈利能力上 如果你说这个贡献这么大的房地产业务 未来会转差 是有这个风险因素来的 至于为什么影响到内房股 为什么近期来说会这么差 第一就是说市场比较担心 就是说这些房地产的贷款 会比较审慎的 那这些房贷审慎的时候 未来一些新项目 销售的速度会不会转差 甚至有机会要劈价等等 这些是面临着风险因素来的 甚至见到过去一年 都见到这些房地产的毛利率 都开始有个售额在 始终中央 其实很多次之前都提及到的 房地产这个行业 始终中央就担心不希望 见到他们再有一个暴利的情况在 所以毛利率 普遍来说未来会有一个下降的迹象在 所以其实未来来来说 房地产业务很难出现一个暴利的情况在 对于中国中铁的盈利能力来说 会造成一个打击 所以亦都因此 导致股价近期来说跌得这么多 好 谢谢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都说到两会的一些因素 大家充敬着中资股 会不会在最近来说做好一点 其实大家知道 一直大家都说内地要建高铁 又或者其他相关的铁路 就是知道那个需求比较大些 所以现在大家说 除了中铁 刚才说到有发展房地产业务 其实最主要都是做铁路投资方面的业务的时候 现在的需求是怎样呢 或者内地的铁路情况又是怎样呢 那我们来看看为何推介中国中铁呢 始终说内地铁路轨道的需求仍然是非常之大 就算在未来来说 中央对于铁路投资的增长有机会放缓 但是整体现实际需求未必太差 因为未来有很多空间去发展这个行业 始终说好像图表上说到 首先就是说成规的投资规模 现在未来都会高达到接近有1.2万亿元的人民币 这方面的金额绝对是足够支持行业继续去发展的 另外就是说有什么城镇会有去推出这些铁轨路轨 铁轨甚至是道路发展上面 其实是说是非常之多的城市 你说说现阶段 一些大型城市人口有接近300万的城市 前阶段有50几个以上 但是说在这50几个当中 只有30个城市有一个铁路规划的发展 就是说其余有20几30个城市 都仍然未开始有个计划去推动这些铁路规模 所以对比上来 这些落后的城市仍然是非常之多 所以未来来说 发展重点都会在这些落后的城市里面 推出一些铁路的投资 始终说这些铁路的投资 都会有利未来中央在不同的地区 推动城镇化等等 这些因素我相信未来来来说 如果在未来两会上 都提及到相关的城镇化等等的因素 都会意味着 未来来说会提及到的 铁路投资的规模仍然会非常之大 这些都会有利中国中铁未来来来说的长远发展 好 刚才有提到一些跨省的一些城轨铁路 如果在地方方面 大家知道地下铁就比较方便一些 但好像很多一线城市都有 但现在说要逐渐发展二三四线城市的时候 现在到底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其实看回无论是一线城市或者二线城市都好 在下一版面都会看到 其实发展空间仍然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讲一线城市 虽然北京上海市 都已经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地下铁路系统 但你看回整体的地下铁路系统 佔了公动交通工具的比例 都是不足40% 这方面跟一些发达的一线国家 好像说纽约、巴勒、伦敦等 比较上来 看到仍然是有一个很明显落后的空间 原因当然是说现阶段 相对地 好像说一些路面上 公动交通工具 其他好像巴士、的士等等 相对地是比较完善 或者说很多人都会选用这些交通工具 都导致到整体的铁路相对地 是欠缺一个竞争力的 但未来来说 我相信其实上海 其实现阶段地下铁等等 都是最主要覆盖在一环、二环上面的中心城市上面 三、四线上面 仍然是未能够完善 所以未来来说 一线城市 地下铁仍然会继续这样去发展 包括去覆盖更多的地方 当你说地下铁的覆盖率 去到差不多整个上海市 整个北京市的时候 相信他们的占比 可以有机会进一步提升 这方面可以符合国际标准 这件事中央是会继续达到的 所以说就算一些一线城市 北京、上海有地下铁都好 未来来来说 投资规模也不会减少 只会有增无减 这方面是会有利整个行业的 第二就是说一些二线城市 是更加之落后 好像图表提及到的 現交段的重庆市 整体而言开通的地铁 只有三条地下铁的线路 未来来来说去到2020年 目标都开到七条 由三条到七条 说的是增长幅度 虽然说的数字好像很小 但是增长速度会非常之大 所以未来来来说 我相信这个地下铁的投资 我相信特别说一些二线城市 仍然是比较多落后的城市 才提及到未有这些相对的地下铁 所以未来来说 我相信这个行业 其实增长空间仍然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觉得这些股份 每次跌到这些水平的时候 我觉得都值得有一个吸纳的因素 市场有需求 市场有需求 就看到内地的发展空间仍然大 就有这些东西在 但是中铁方面 自己的数字做得好不好 以时来说盘数又帅不帅 其实看中铁上面那盘数 整体而言表现不是非常之强劲 你就看到毛利率表现是比较波动 不过能够维持着9-10%的毛利率 表现的确是不错 不过这方面有个风险因素 好像之前提及到 如果未来来说房地产的盈利能力真的削弱了 那你说会不会令到毛利率下跌呢 是有这个风险在 不过你看回这份大行报告 主要是来自大和的大行报告 提及到未来去到2013、2014、2015年 都预料毛利率有个10%的水平 主要原因 他们都不说非常之看探房地产业务 我相信主要原因就是说这些房地产业务 其实中国中铁都是和港铁差不多 说他们的地产业务 主要都是说一些地铁 铁路上附近的上阁项目 或者是鄰近的项目 其实你说如果那个项目 应力的能力不可观的话 一般来说都会出现一些流标等等的情况 同样地的 我觉得如果未来来说 他们的房地产项目 未必说真的会出现一些 蝕钱或者毛利率收窄的因素 所以如果毛利率能够维持这个水平 应力未必说会转得太差 而最重要就是说中国中铁 未来来来说仍然有庞大的资源发展空间 所以都预料他们的营业额 未来来来说能够稳定的增长 所以如果能够好像大河所说 营业额能够保持稳定的增长 毛利率上升 能够稳定有个10%的水平左右 我觉得这些位置绝对已经有个条件 去吸纳中国中铁这些股份 就跟大家看完营业额和毛利率方面 表现比较稳定一点 接着跟大家看看新顶单的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自从2013年第二季 订单数目跌下去之后 去到2013年的第三季和第四季 都超过2000亿人民币表现 好像在季尾做得不错 你看看这些订单表现 永远都会有个季节性因素在 无论是第三季、第四季 都会一般来说 较上半年来说 绝对有个改善的迹象在 不过来看订单表现这幅图 虽然有回升的势头 但在这方面 我就觉得投资者 不需要有太大的冲劲 这幅图 即是表现着 未来来说 我都相信订单能够稳定 每个季度 能够有2000亿人民币这些水平 因为之前提及到的 无论是铁路的发展 或者是地下铁的发展都好 未来来说发展空间 仍然是非常之大 这些新订单 会陆陆陆续续的 仍然是继续有的 所以这方面 就想反映 就是说 现时段都见到 新订单仍然有个稳定的势头 未来来说 应该有机会继续稳定 有个增长 始终说 无论是地下铁 成亏发展都好 仍然是非常之大 这些的发展 就会正正反映 未来来说新订单的表现 所以 其实新订单未来来说 我相信表现真的 是不会太过差的 所以就算未来来说 看到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有个增长放缓的情况 也好 我相信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这些公司 未来来说 新订单表现 应该能够继续逆市做好 好 最后 和大家看看 大量未完成的合同 足够支持未来发展 看到大量未完成的合同方面 在2013年上半年 都达到14,115亿人民币 对比2012年来说 全年来说 增长差不多 上半年已经增长了 去到4,000多亿人民币 其实为什么增长情况 会有这么多 这么多未完成的合同 是否因为太多订单 所以做不及一定 还是其他原因 的确说是的 我想某个原因 就是说现阶段的订单 真的说是太多 都做不及了 因为你看到 未完成的合同 无论是中国中铁又何中国铁 同样地 都是有这个情况 不断地上升 亦都因此 特别去到2010年 2010年 去到2011、12年 这段期间 中国中铁或者内地的铁路 发展上面 很多的难尾工程出现了 因为公司 真的很多的合同 都不能够完成 最后甚至难尾等等 不过 你说未来 中央都希望 说这些难尾工程 能够终于复工 甚至达到到 整体燃热发展的目标 所以未来来来 我相信都不希望 看到他们 还有个大量 未完成的合同 继续上升上去 所以未来来来 无论中国中铁也好 中国铁建也好 他们的目的 就是完成 这些未完成的合同 而到2013年的上半年 这个数字 已经是非常夸张 足够他们 未来两三年的发展 所以我相信 就算 这个就是说回未来来来说 固定资金投资放缓也好 现阶段 只是这方面 未有完成的合同 都足够他们的发展 所以相信 他们的基本业务 能够稳定着 有一个增长在这里 所以投资人不需要太过担心 它的基本因素 会有一个转差的跡象在这里 好 谢谢 跟大家看完相关 一些 中国中铁现在的 经营状况良好 接着 会跟大家看看 估值方面的情况 阿龙列了一个 2010年至今 中国中铁市盈率 绿色那条线 就告诉大家 平均市盈率来说 中国中铁是大约10倍 就看到图表 黄色线市盈率 现时的市盈率 大概是6.63倍 似于一个非常吸引的水平 再看过去12个月的市盈率 现阶段是6.6倍左右 如果再看历史市盈率 实际上是有7倍市盈率左右 但跟过去由2010年到 现阶段平均水平10倍市盈率 比较上来 现阶段是有一个折扬 亦都因此 我觉得跌到这些水平 是有一个吸纳的价值 甚至看回 中国建筑委内 他们的市盈率 有接近20倍PE 如果你看回南行 好像三星的 一些电子工程的公司比例上来 市盈率 是有20多倍以上 所以对于新兴市场来说 这些建筑股 或者基建股 铁路股 市盈率是10倍以下 其实未来来 仍然是有一个很可观的增长空间 这些股值绝对是吸引的 但是为什么市场 对于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股值的定价 将它们较低 有这么低的市盈率 最主要都是担心一些政策的变动 大家都知道 内地始终都是行政策市为主 如果未来来说 铁路发展的政策 转利淡 断股价来说 甚至业务 会造成一个冲击 甚至业务 中国中铁为例 内房的业务占比比较重 亦因此令到股值有折扬 不过你看回市场率 中国中铁市场率 都不足一倍 所以这些因素 我都觉得 现阶段的股值 已经非常吸引 我觉得投资者 绝对已经有条件 做一个中线吸引的部署 虽然股值吸引 刚才提到 为什么大家会给这么大的折扬 可能因为仍然存在 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所以现在的市盈率来说 大概七倍左右 就未能超过 平均市盈率的这么大折扬 刚才提到房地产方面 或者内地政策方面的情况 其实会不会见到 只能够说 如果是薄反而反弹人 或者是股值吸引 只是一个比较短线的部署 我想你说 如果当然只是轮薄反弹 你看回整个技术走势 现阶段都只以短线的部署 因为你看到 中期的下降柜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阻力 甚至说 如果真的跌穿 这条大型的中期上升柜 股价有机会继续调整 甚至见到三元这些位置 都不出奇 但是留意一下 这些位置是否只值得去做短线的部署 我就不是太建议 始终主要原因 就讲股价上面 虽然就算跌穿了 这条支持柜都好 我相信三元都有个不错的支持力度 也都看到一种技术指标 STC都有个严重 开始有个超买的情况 所以这些位置 其实薄反弹 开始有个中线的部署 我觉得可以的 那你看回股价上面 其实之前提及到的 基本因素不是太过差 不过有些大围 政策上面仍然有些阴影 所以我相信未来来说 一两年中国中铁的股价 都会反复在三元至四个半 这些区间 所以我觉得就算中线策略都好 都可以维持反应炒上落的部署 接近三元这些位置给纳 而目标可以望回到四元至四个半 这些水力 目前来说 中国中铁在三百三毫二 暂时来说 就和大家看完相关的一些 今次推介中国中铁的原因 但刚才开始已经提到 固定资产铁路投资方面跌 又看到最大的风险因素 就是内地方面 会不会改变相关 对内地方面的铁路基建的一些政策 又看到房地产方面的风险 其实都有很多因素左右着股价表现 的确没错 我想最大的风险因素 就看到在年初一段时间 内地又将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的目标 下调了的 因为将目标只设到 6300亿元的人民币 都见到 和2013年的数字比较上来 按年下跌接近5%左右 市场都担心过去那几年都不断增加 但出现一个放缓的迹象 会不会代表着 中央未来为了要调整经济的结构 对于这些固头方面的增长速度 不再太介意 甚至有得放缓呢 事实上的确是的 因为一直以来在十二五个规划上 整体而言在十二五规划当中 都希望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是达到有2.8万亿元的人民币 即28000元的人民币 你看回过去三年的力度 特别是在2013年 力度加大了之后 现阶段已经达了七成多以上 未来两年 每年平均大约有5100亿元的人民币 都能够达到十二五规划的目标 不过当然是否真的会放缓到这个水平 我觉得未必的 因为中央平时都是定下一个目标 但最终往往都能够成功超标 始终提及到 整个铁路的需求仍然是非常大 所以未来来说 的确有个放缓的风险在 不过之前提及到 中国中铁手头上未有完成的订单 仍然是非常多 只要单靠这些订单 盈利或者成业额 都能够保持稳定的增长 所以这方面的因素 其实投资者真的不需要太担心 好 就看到现在的目标来说 暂时是6300亿 2015年的目标来说 暂时都未知道 刚才提到 除了这些政策风险之外 亦都会看到 比较占比大的房地产方面的风险 暂时来说 又会不会计算在内 为什么股价近期跌得这么多 或者走势比较弱 主要原因是 在房地产业务方面的风险 的确会是比较大的 甚至部分内房股同样面对着这些因素 始终人工成本又不断上升 建筑成本亦都升 建筑的材料等等 都是有价无价 这些因素 都令到房地产业务的盈利能力 是转弱的 同样地 其他因素 跟中国中铁都是 负债水平非常之高 这些因素 都令到未来来说 利息开支都会有价无价 所以盈利能力转弱 利息开支又上升的话 这些会削弱他们的盈利能力 不过之前提及到的 中国中铁股值 都是非常之吸引 现阶段市行率6-7倍 都有PE 其实都包括了这些风险因素 只要这些风险因素不再恶化 甚至如果这些风险因素看到 没有预期中那么恶劣 未来业绩出负债水平有所舒缓 股价反而是会有机会出现反弹 所以我觉得都是维持看法 虽然有这些风险因素在 但是现阶段只要留意 这些因素不再恶化 这些水平中国中铁已经有一个吸纳的价值 即是现阶段已经反映了 股价表现已经反映了 刚才阿努所提及的因素 现阶段3.32 刚才提到3元的时候可以买入 但现在3.32的时候又何时买好呢 3元是如果跌穿大型上升轨的 一个比较关键的支持位置 不过我都觉得这些位置 已经有一个吸纳价值在 因为这个位置 调整到3元 都是一成的调整幅度在 甚至可能3元这些位置会轻微失手 不过我都相信 出的可能只是一些假跌穿 始终我之前提及到的 行业就真的不是太差 基本需求仍然是非常之大 所以这些股份 我都值得做一个中线的部署 但我都相信未来来说 股价都会继续徘徊 在3元至4元区间的位置 所以跌到这些水平 可以做一个中线交流的部署 将它的指示价设计2.8 目标来说 我觉得暂时可以看上4元的位置 好 谢谢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阿龙 刚才所提及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的 有持有的 好 谢谢 回来问答环节 家庭观众有任何股票问题 记住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是204-6566 稍后见